大哥 你可不可以開快一點 你有我太多快 你來來來 然後我就說你現在在看什麼看 為什麼要一直瞪我 他說不然你下車啊 他說你長很帥耶 你是做什麼的 我就說拍可能電影啊還是什麼 小電影喔 喔對啦 對啦 他是什麼職業的 他是史上最強的 但女朋友 我知道了 知道 毛麗蘭 達人秀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江儀蓉 我是曾沛池 我是曾沛中 我是黃河 請介紹一下自己飾演的角色 我飾演的是一個平凡的上班族 然後在他平靜的辦公室生活裡面 有一個瘋狂的追求者的故事 我飾演的是一個 其實基本上還是一個像大姐姐的角色 我覺得他有一點點不是那麼 啊天啊我又問爆了耶 很難我知道很難 他就是會去夜店啦 會去夜店人家看啦 主題叫做寵物友善 他就是一個很可愛的大哥哥 很喜歡寵物 有一個漂亮的姐姐 就是劉品妍 然後來我這邊住 就這樣子 我在裡面飾演的是一個五星大廚 媽媽從小一路栽培到大 也很愛媽媽想盡辦法 要讓我開的店 非常猛打要栽心 當初為何想接下這個角色 最吸引你的地方在哪 很誠實 憑良心講的話 我真心想要跟唐老師切磋一下 那是沛中呢 跟品妍姐姐姐合作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是 丹琪導演找我 然後我們就 他給我這個大綱 我覺得哇好有趣 因為平時我們接到的都是 可能有偶像劇啦 然後或者是一些社會寫實的故事 可是人性中的那個惡 然後被放大出來的這種角色非常少 所以我就惡話不說 然後說好啊我要參加 自己在現實生活中 有沒有害怕遇到哪種不懷好意的人 我自己是滿屏蔽 外界任何事情 就是因為你知道現在的自媒體很發達 然後大家都會自己評論很多事情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我就會 自己把這些東西做了一個隔絕 當然知道這社會上有發生很多事情 可是也尊重 因為每個人都活在這個地球上面 他們有他們的權利 用他們的方式去成長 現場有很在意給人的評論 還是大家也都是那種都不看 會看 也會在意 我也會看 很想約他們出來聊聊啊 真的 我就講很直接 譬如說酸民文化 你偏偏會看到 這樣的言論底下有人負荷 那你也沒有查證 你也不是當事人 你甚至不認識這個留言的人 我最害怕的不懷好意就是 不負責任的製造一些 根本他不是當事人的這種 可是他覺得是事實 那怡龍有想要分享嗎 比較是人身安全的部分 因為我很常坐長程的計程車 就一個女生嘛 有時候其實計程車實際就是 忘記按跳表而已 但是我就會想很多 我想說 天啊我會不會被載到山區 然後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 有沒有在搭交通運輸 或是小黃石有些不好的經驗 我最不喜歡遇到的計程車實際是 邊開車邊滑地圖邊找路 哇我覺得超級危險 這是我覺得最危險的事情 他就是會看然後 欸過頭啊趕快要轉啊 算了要不管不轉了 啊那邊又過不去 那我就會覺得 對啊 那多出來的時候 我會說我會說 就如果遇到真的很危險的那種 他真的很搞不懂 或者是有一些真的就是 我開小聲 哈哈哈哈哈哈 可是我很怕遇到那種 情緒不穩定或過度熱情 我超喜歡的耶 我有一次夜唱完 我家以前住北投附近 他一路把我在關渡去說 我跟妳講一個地方看日出超美的 那這個有點可怕 因為湘涵盛觀 我本來覺得一個阿伯 像我爸年紀的人 不會怎麼樣吧 我就說喔喔好 然後他開始開到田間小梗的時候 然後他就下車了 才開始看日出 哈哈哈哈 這麼浪漫 我只好也下車看啊 因為我又走不了 然後開那個五分鐘過去了 到底這個日出 不是已經出來了嗎 你要看到這個太陽升到哪裡去才要走 他看了超過十分鐘 他沒有對我怎麼樣 也沒有言語的任何騷擾 後來我就說 大哥我錢包的錢不夠 我是在跳表嗎 他在一起看日出 他還要跟你收費喔 這就是過度熱情 我應該就聽誰過度熱情 哈哈哈哈 然後另外一種是 大哥我趕時間喔 你OK嗎 喔那就是OK吧 沒回我嗎 那你等一下可以幫我扔了 啊啊 那應該可以吧 他就踩油門了 所以就大家是OK的意思 那一天那條路並沒有塞車 他開三十 後面的車 打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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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然後我就 嗯怎麼辦怎麼辦 好算了算了算了 上了那個高架橋之後 三十 他只想跟你多相處一天上的感覺 他一句話都沒有說 只要有任何車想逼近他或拔他 他是會拔回去的那種 拔 就他要比他長 哈哈哈哈 有一台車 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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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到他前面 不行 拔就開到一百 然後我先講說 那你可以嗎 你為什麼不開過一點 他後來發現他追不到那台車之後 又變三十 我真的忍不住 我說大哥 你可不可以開快一點 他就開始 你啊我開多快 你啊 講話了講話了 他就不講話了 然後開始從他的那個後視鏡 我就會一直看到他這樣 一直撐一直撐 這個人就是不生氣還好 一生氣我就也會理智斷掉 然後我就說你現在在看什麼看 為什麼要一直瞪我 他說啊不然你下車啊 那你看下去啊 我就下車 他說好啊 然後他就下那個閘道之後 就馬上停 然後我就下車了 然後發現我手機掉在他車上 好痛耶 你不是說你很喜歡聊天 超愛跟文講聊天的耶 他就問說你今天好不好啊 我就問說你好不好 他說好啊 然後他就問說 欸你長很帥耶 你是做什麼的 我就說喔 我是拍東西的啦 他說拍什麼 我就說欸就是拍可能電影啊 還是什麼 小電影喔 我說喔對啦 對啦 因為我就會想要知道 這是他們的反應 就說喔那個我常看啊 我就有時候那個上網去看耶 他們那個有的都很漂亮啊 然後我就說 你兩下 他兩下 聽不懂有點大 我就跟他說 啊你幾歲啊 然後我說啊六十了啊 我說啊你六十現在還看喔 他說啊我就看一看而已啦 也不能幹嘛啊 現在沒辦法了啦 如果在日常生活中 遇到這種默默關注 你一舉一動的人 你的想法是什麼 會怎麼做 我二十年前還是團體的時候有啦 變化啊 二十年前 因為那時候是偶像歌手嘛 大家就是比較愛護自己喜歡的偶像 所以他那時候都會 跟我回到家 蛤你回到家 我後來才知道原來我這塊熱水 他全部都會去翻過 其實就連到現在都還會有人進去 重點是他知道我什麼時候離開家裡面 的原因是 因為他跟管理員混熟了 哇 然後管理員都跟他講說 喔曾少宗現在離開家裡面 他要出門 那他坐飛機的時候 他們會有所有的乘客名單 所以他知道你幾點飛 去哪裡幾點落地 我完全沒有公布任何行程 我飛出國一到機場落地出去 就有粉絲在門口我想說他怎麼知道 他們是可以直接問得到消息的 但現在就是 OK 好 當作是一個保護 大家都知道我在哪裡不會失蹤 被過度關注的話 我會比較收足無措 因為我有一點點內向 假如說吃飯我也是會挑最邊邊的位置那一種 好像你越安靜 大家就會越關注你 想說 欸你還好嗎 然後我很好 不要再看我 那你hashtag可以是很長嗎 你要多長 一邊滾髒這樣 那我就hashtag 戀物屁 哦 追求者 hashtag 去夜店的時候 真的不要一個人去 哦 hashtag 本週運勢五顆星 哦 我到底是誰 每人輪流問問題 透過別人給的線索 規則出自己牌子像是碼會人物 分數最低的兩人要用妝可愛的方式宣傳 我好緊張 OK好 OK好 男生女生 男生 最近期的作品 我知道 會這樣在這樣 我不能幫他對不對 幫他一下 除三害 太難了吧 他是長頭髮還是短頭髮 都可以啊 是女生 會唱歌嗎 會會 演員嗎 呃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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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了 欸不是啊 幾個字 兩個字 他是一個真實存在的人嗎 對 是但他很夢幻 這是一個人名嗎 單純純粹的人名嗎 你說一個人 對 角色名 他戲你叫這個名字 完蛋了 我記不得戲 喔什麼戲 阿能出賞 超多角色 參加過星光幫的比賽嗎 No 沒有 沒有 比星光幫更早 所以你很好耶 這樣會沒有 他能唱能演嗎 對 哇可以的啦 對不起我浪費我浪費 男女 嗯 小A 我怎麼猜得到的 那我贏了又什麼 你贏了就是不用扯吧 他是演員嗎 是 對 很帥 很帥 他也是歌手 他有什麼作品 哇 這紅的作品是什麼 哇 江堅 講的就知道了 關他 我覺得我猜不到 他在華登初唱裡面 什麼樣的角色 很壞 他壞透了 他是特別演出 喜歡玩冰塊 我指定了 我猜不到 有主持過嗎 他自己有一個頻道 怎麼這麼難啊 自己有一個頻道 然後是女生 然後頭髮這樣 然後 是歌手 你不難猜不到 天啊 他有演都市劇集嗎 有 他不是你嗎 跟你一樣塞過團體 有品演 怎麼了那個冰塊 我知道有但是我現在想不起來 色飛飆 飆 飆飆飆 飆哥 太難猜了吧 但沒有人會知道 就是男士女士 女士 幾個字 兩個字 他是卡通人物嗎 不是 他是什麼職業的 他是學生 很厲害的學生 他是高中生 他是史上最強高中生 但女朋友 我知道 知道 毛利蘭 不是嗎 那個也算是厲害了 這是角色名嗎 是 你的這個跟他剛剛那一切都很有關係 他靠這裡 但是我就不知道名字啊 你一定知道 柯南嗎 嗨 你什麼呢 幾個字 兩個 兩個字 他是男生還是女生 女生 好後面有人說跟你很有關係 你嚇死了 請問 你們要幫我啊 這是幹嘛的 他吃了 所以他跟我們來嚇人 他爬來爬去 真子 我好厲害耶 你的這個名字有跟天氣有關係 第一個字跟天氣有關係 我跟他很熟 他我知道了 他有個動作是這樣 咧 歌手嗎 不是 但他很會跳 他很會替人打氣 加油 GO GO 林志玲喔 天啊 我現在腦筋一片空白耶 綜藝節目上很常看到他 林香喔 怡龍跟邵宮城吧 蛤 我們兩個 對啊 因為你提示也蠻多 懲罰就是用可愛娃娃音這樣子 宣傳這樣就好了 希望大家7月12日一定要整時收看 都市劇集喔 加油 可以可以可以 來個炸裂 哈囉大家好 我是真少忠 我們啊 在7月12號 要播出都市劇集 記得喔 在Catchplay Plus 就可以看到了 都市劇集 拜託大家一定要收看了 掰掰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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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